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進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 荒野之奇中文版 上期影片我們解了荒野之塔 這一集我們要從荒野之塔 去解另外一個塔 格魯德之塔 那如果你在荒野之塔這上面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城堡 在城堡的左邊 看到有點像雪山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格魯德小鎮 那我們要去解的塔在這個方向 在這個好像雪山的這個地方 如果開望遠鏡的話 在這邊 不曉得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是格魯德之塔尖尖的這個地方 我來這邊標一個大圖釘 這個方向 在地圖的這邊 那我們就往這個地方出發喔 我就是盡量走比較高的這個山上 我第一個從這邊走 沿了比較高的山 一路繞過去 我這下面還有 一些茉莉布林跟波克布林在這邊 不要理他們 然後就想要一路走過去 但我也可以 用利霸爾的能力飛過去 我現在有利霸爾的能力了 我也可以用 拿的那個炸彈啊 然後直接飛過去也可以 用BLSS的方法 但是我想要比較老派的方法 用走過去的 這樣我就一路來到這邊 剛好我的體力還夠 應該這邊 爬塔的話 你要準備一些毅力的食物 但是如果你從荒野之塔到 格魯德之塔 這段路上面 其實沒有什麼很陡的坡 都是像這樣 看起來很陡 但是可以用走的路 這樣我們就沿著 這個山 山腰嗎 走過去格魯德之塔 要盡量往高一點的地方走 你可以用吹哨跑 想想有些狼啊 我都不管他們 來到這個地方 我也是盡量往比較高的地方走 這邊還可以拿一些礦石 如果你走到這些礦石的話 就代表你跟我走的是通條路 有沒有很好走 走在山腰這裡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走到 那個對面那邊 順便踩跨 這段路可能要用爬的 還可以用走的 不錯 這段是一定要爬 不會花費你很多體力 我們有地圖釘 要是你在往 繞的山走的時候 注意你的方向 有沒有往地圖釘的方向走 繼續往前面走 看到礦石就踩一下吧 居然只有鹽巴 還有打火石 好像我們已經看到 格魯德斯塔在前面了 沒有問題 這邊有些怪欸 不要理他們 我從上面走 我從上面走 看到怪我們就往左邊走 然後在這邊 你會看到一個 好像涼亭一樣的感覺 你從涼亭這邊 登上 格魯德斯塔 我覺得這邊 燈塔超容易的啊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玩遊戲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做更多更多 跟薩爾達傳說 快點這些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你會有些人 我們會有些人 發生的感覺 有些人 我們會有個星期間 跟薏爾珊 有些人 這個封印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